大语课剑 大语 哥 是不是想家呢 有点啊 大语 你也是 结婚才四天就离开家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去 你对嫂子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还能有什么事情 比抵挡洪水更重要呢 我离开自己的家 来带领大家治水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不会因为洪水 而离开自己的家 大语说得对 大语啊 就是舍小家伟大家 若是说不想家 那是说谎 那次治水的时候 我正好路过自家门前 当时我是多么想进去看看 可是那时候水势正猛 我怎么能离开河堤跑回家呢 大语啊 啥时候再路过你家门前 就回去看看 西傅 上床躺会儿吧 别坐在窗口 让风吹着了 哎 那你说我生孩子的时候 大语能回来吗 会回来的 大语会回来的 快快 快 加强河堤 你们警察 食料准备好了吗 小灰 大丁 快快去帮忙 快点 我们得赶紧去下游 做好河岛疏通 万一上面的伤红下来 可就来不及了 大语啊 你在这里指负他们 跟我去下游就可以了 那怎么行啊 这事 万一有一点疏忽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看死我了 哎呀 媳妇 你快要生了 别紧张 我把邻居齐大妈叫来帮忙 哎呀 不行了 好疼啊 啊 齐大妈 大语的妻子快生了 快过来帮忙 啊 我这就来 怎么办 怎么办 大语她也不在家 怎么样了 齐大妈 你看 快 大语妈 你快 稍先开水 准备好盆子 快 孩子要生了 哦 疼死我了 哎呀 哎呀 不行了 哎呀 疼死我了 好疼啊 哎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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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不怕 马上就要生了 你忍着点 大语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啊 啊 大语啊 那不是你家吗 大语都到家门口了 你就我回去看看吧 哎 没时间了 我们快走 恭喜了 是我儿子 大妈 快拿水盆来 大语你媳妇生孩子了 大语你当爸爸了 大语回去看看孩子吧 伤红下来就晚了 快走 大语要是知道自己有了儿子 你多高兴啊 爹 豫王你看这些衣服多漂亮 这都是百姓献给您的 这太奢华了 我怎么能穿这样的衣服啊 豫王啊 这样的衣服您不能穿 那谁还能穿 您治水有功 孙王把王位给了您 老百姓听说您当着王都高兴着呢 所以特意做了这些衣服给您 他们还说要为您重新修一下宫殿呢 哎 这些就都不必了 平时的衣服只要有件穿着就可以了 何必搞得那么奢华 还有这个宫殿 现在这样住着就不错嘛 还重修做什么 我看要修的不是这个宫殿 而是百姓田间的水路 豫王您也对自己太苛刻了吧 哎 现在百姓的生活都不富裕 他们能吃饱穿暖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怎么能够讲究奢华排场呢 还是节俭一点的好 豫王现在的打扮可真像个普通的百姓啊 是啊 他心里装的也是普通百姓 中原洪水 大雨为治理水患 竟然三次从家门前经过 却没有进家门 甚至在遇到妻子生产 儿子呱呱落地的情况 都咬着牙没有进家门 后来他当了皇帝之后 也事请简简介于一心为民 他的三国家门而不入 和吃苦耐劳 客气奉公的忘我精神 被传为千古佳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